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我平時少來屯門 但一來就連續來兩次了 上一次就去完三聖村 今次都是過來屯門 因為有朋友生日 他就說屯門 有一間小炒很有名 我們就跟他慶祝生日 在這裡吃飯 順便拍給大家看 跟我一齊來吧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餐廳名叫新金榮 今次我在屯門西鐵站這邊出的 在E出口走進去VCity 走到一田 我們沿著這個出口出回去 接著我們看到這條人正街 一直直走 走到人正街盡頭 看到這條天橋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直走的 不過我們就上了這條天橋 一直直走 好 那我進來了 來到這裡也挺有特色 因為看到有些露天位 另外有兩邊位 我進來這裡 其實大概有九張桌左右 不算是很大的 比較地道一點 一些比較舊式一點的 地貓太排檔的風格 我看到這裡 最主要有些打冷的 我也拍了少許給大家看 門口位置 擺了一些打冷的東西 也有人在這裡打邊爐 小炒 貢野一爐 什麼都有 因為我的朋友未來 所以先進來坐下 我覺得這個風味也不錯 看看菜單 看看價錢是怎樣 我拍給大家看看 最主要是潮式的 譬如滷水 100元 價錢也不錯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 鹽焗海蝦 剛才我拍了 在門口 100元 還有一隻 特別的潮式 龍蝦仔 即是凍龍蝦 香港比較少有些 都有 但我剛才看不到有 可能要訂購的 其他其他 譬如潮兜雜欄 我覺得價錢 都是屬於比較便宜 不算很貴 真的 那些小菜 煲仔菜 這堆 都是屬於比較經濟 我覺得 可能因為屯門 和租金 比較便宜 所以價錢也不錯 好 我們人齊就開餐了 乾杯 先看看 第一樣來到 是滷水雜錦 它沒有鵝片 最主要是 大腸 山腸 鵝腸 墨魚 和雜不甕野 包括一些 筍 豬耳 其實來到賣相 都有點失望 看它這麼淡 應該都沒什麼味道 幸好吃下去 它都夠味 我覺得有幾樣 挺好吃 第一 山腸 它夠脆身 吃下去又沒有內臟味 挺好吃 還有 鵝腸 也是很脆的 咬下去 鵝腸 不會太硬 咬不開 還有少許肥膏 吃下去也挺甘香 墨魚也是 它切得比較薄 所以吃下去也不會太硬 也有墨魚味 有少許咬口 當然 這些滷水味 不會太硬 是本身材料的味道 為主 腎也不錯 不會太硬 那隻 都夠爽口 我大腸 就有少許失望 因為它比較薄 你看到 還有它也沒什麼肥膏 吃下去就 不是很香 還有腸就薄一點 那就差一點 紅腸就正正上上 總括它的滷水 雖然是淡色一點 但是都夠味 當然沒有坊間那些 例如花椒八角味 那麼濃味 如果喜歡吃香料味 比較重 這個可能就不太重 但是我覺得 滷水味 都足夠 剛才的拼本沒有我 所以我們點一碟 鵝片補回素 鵝片來到 完全對版 跟剛才的滷水拼本不同 它的顏色相對深色很多 還有色澤 那些汁水 都很漂亮 你看到的滷水汁 它鵝片的刀弓 很不錯 切得比較薄 因為鵝片 通常都是鵝胸 會比較粗 如果切得薄一點 咀下去就會感覺上 不太粗 和硬 鵝片就相對好吃 它比較入味 而且吃下去不粗 皮也不會很重 脂肪 但是咬下去也挺有油香 一塊一塊 另外它的底部還有些豆腐和花生 豆腐也很精彩 因為它的皮 是老得比較深色 比較入味 咬下去也很嚼勁 加上裡面 它的豆腐是比較滑 我覺得這個豆腐也是很高水準 上次在三勝村吃過小炒王 非常失望 所以這次在這裡吃夠本 來到真的沒有令我失望 起碼它的材料很足 也有很多韭菜 也有蝦乾 蝦 腰果 魷果 魷魚 所以比較香 整體這些小炒王的水準不錯 炒得很香 雖然一定有少許油 尤其是韭菜 很香 而且咬下去沒有渣 其他材料 例如蝦 蝦乾 魷魚 吃下去都是好吃的 蝦乾不會像上次咬不開 它都是很香 很容易咬的 加上魚乾也是很香脆 加上腰果 整個層次感 整體上發揮得不錯 只是這些東西都夠我們送幾枝大啤 九菜豬籠 是其中一種我印象最深的菜式 這裡 其實它的性價比不錯 它都是55元而已 而且豬籠的份量也挺多 還有它這個醬汁很飽味 有少許微辣 程度就類似淡仔的小辣 它的醬汁有少許沙爹的味道 再加少許麻辣的味道 我覺得是一種自家製的特色醬汁 可以用來煮魚蛋的醬汁 豬籠很滑 一夾就散了一隻 你看我都要用力才夾開 而且裡面都是很彈的 韭菜也是很爽 而且它是沒有渣的 接著就是上火的食材 包括第一樣就是 金沙三寶 顧名思義就是 鹹蛋黃包了一些三樣東西來炸 包括 魷魚 矮瓜 和豆腐 我打算這個食材會很鹹 幸好鹹蛋黃不算很鹹 而且它是薄薄一層 亦都上去那三樣食材的表面 就不會跌到整碟都是鹹蛋黃碎 就上面上不到那隻 三樣最好吃我覺得是 魷魚 平時我都是吃開脂鹽鮮油 好看它的皮脆 還有蘸了一些醬汁 好吃 那它這個就是 膽固醇膏 一定 因為魷魚再加上鹹蛋黃 但它的鹹蛋黃很香 還有它的炸漿 表面薄薄一層 魷魚也很鮮 咬下去也不會太硬 不會咬不開 矮瓜同樣我覺得也是OK的 因為矮瓜相對比較油 因為比較吸油 但它的漿也是薄薄一層 矮瓜也是夠嫩 咬下去也不錯 那豆腐就差一點 因為它這些比較細粒 它的皮是夠脆的 但是如果它是大粒一點的 會吃到一個 豆腐的軟滑就會好些 因為這個就 只吃到脆 就浪費了鹹蛋黃 我覺得 然後這個是大排檔必點的 熱器 炸大腸 來到看到 炸得好像有點過了火 好像焦了一點 和乾了一點 我夾到已經是最肥的 你看到裡面還有些肥膏 我覺得這個樣子就好 比老水炸大腸沒有膏 但是因為實在太硬身了 咬下去就變了沒有大腸 如果你軟軟的 外脆內軟的感覺 因為整塊都是硬一點 所以要加一點醋來吃 這個就相對我覺得 就失色了少少 火候就拿捏得不太準 吃了這麼多上火的食物 先吃一些清淡一點 來得這些潮州蛋 一定試試蠔仔粥 看看是否好吃 其實它有分大小的 我們五個人就叫大 它的份量都幾多 我們五個人都吃不完 材料裡面蠔都幾多 它都是小小粒的蠔仔 吃下去我覺得挺有鮮味 湯呢我覺得稍然淡了少少 因為它可能 我之前吃過那間 它會加了一些大地魚粒 下去就會有一點香味 層次感會更豐富 但也有加一些 糖芹和肉碎 有些菇提起味 不過湯的稍然會淡 層次感不夠 但蠔就夠鮮味 我發現我們全程都沒有叫菜 所以叫回海鮮雜菜煲 怎麼都健康人生 都要吃少少菜 雜菜煲看起來都幾豐富 先說海鮮 它的魷魚都不是鹹的 都是比較大塊 咬下去都是蛋藕 還有是甜的 吃下去是有魷魚味 不是那些行貨的食物 另外還有些蝦 蝦都算大隻 都可以的 那些菇 其他食物都是好吃的 那蟹柳就是普通的那隻 還有些菜和粉絲 我覺得都夠軟甜的 都幾好味 是湯就會淡一點 不過不要緊 之前吃得太多濃味的食物 鹹的食物 這些淡淡的湯 當作喝湯來沖一沖口 都不錯 我們五個人連汽水啤酒 八樣菜 賣單900元 除開每人180元 我覺得價錢也不貴 好 吃飽了 我先走出來做一個總結 因為朋友還在吃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些小炒真的很有鑊氣 潮州的食物也挺好吃 尤其是小炒王 比之前三聖吃的 優勝很多倍 這些才是小炒王 滿足很多 我看到整體的價錢也不貴 我覺得挺划算 而且最正的 現在涼涼的 在外面有些露天 風味也挺正的 好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給個讚 下面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馬上抽通知 Follow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